遼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王朝 他是北方遊牧民族之中 第一個開始建自己的都城的 今天俄語的中國 叫契丹 所以其實契丹真的在當時影響盛大 這個遼國統治漢帝 超過兩百年 從來沒有發生過漢人的叛亂 歡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互來座談 不是互來亂講是認真來座談 今天要繼續來講我們的This Time 今天又輪到誰呢 又是到我們的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王立本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全世界的觀眾聽眾大家好 是這個我想我們最近在 對這個土地制度的討論當中 其實也帶了不少的歷史故事 結果大家回想還不錯 因為純講土地制度 後來發現很多人說 哇硬骨頭 其實我們也有想一想這個問題 就是事實上有點像大學在上課 所以很多人覺得聽起來很硬 所以我們就多講一些 這個人物的故事做一些穿插 也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更加的 更加的這樣生動活潑 不過講到這個土地制度 其實最大的變革在哪裡呢 是民族遷徙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最近其實上一期 我們把宋朝給講過了 事實上在背後隱藏 這個民族遷徙的故事 事實上可以遠從魏晉南北朝就開始了 像這裡有一張圖 它檢視的是 是晉朝以來 其實應該從魏晉以來的 這個有無民族的整個 往南的遷徙 是不是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大概狀況 簡單說啦 簡單說這個油牧民族往中原的農業地帶遷徙 是一個大趨勢 大趨勢 因為中原地區的生活條件環境比較好 比較好 那油牧民族他們本身 本身就是在北亞或西亞的草原上面 本身也有一些 一些清雜 一些競爭 所以當他們的生態發生改變的時候 這種生態改變有政治生態跟自然生態 政治生態就是比如說北匈奴打敗南匈奴 反正南匈奴力量比較大 他被北匈奴打敗了 後來就往中國的方向內遷 那自然生態的話 比如說發生旱災啦 或是發生氣候的改變啦 都會導致這一些油牧民族開始往南走 開始往中原地帶來遷徙 他們向中原地帶遷徙 那必然會導致不同的一個反應嘛 那對中原王朝來講 要不然就是用武力把他們趕走 要不然就是建立防線 再要不然就是什麼 就是有的時候乾脆就讓他們進來 因為基於各種理由啦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講過的 前面有講到所謂的以夷制夷嗎 以胡制胡嗎 這是中國傳統王朝的一個 的一個常用的方法 其實後來歷朝都是這樣 就是在草原地帶 我培養一隻或拉攏一隻 來打擊其他的敵對的草原勢力 常常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不可否認 這一種草原民族往中原 我們簡單說的長城以南的 農業地帶的遷徙 也給中國古代的歷史 帶來了很多新的成分 不只是民族性 帶來的生活習慣 制度 語言 甚至於還有一些新的一些農作物等等 都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逐漸帶到中國了 那也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就是過去歷史學 講到這段歷史 大部分都是形容成像什麼五湖亂華 或者形容成胡人入侵等等 比較負面的角度或眼光來解釋 尤其是近代以來 當天戰爭之後中國受外國的侵略 對這段古代的歷史就想當然而 就把這一些草原遊牧民族就想像成 好像是工業革命之後那些列強入侵一樣 其實不一樣的 工業革命之後列強入侵 它是要在中國 把中國殖民地化了 簡單講 可是這些草原遊牧民族 當年進入中國是仰慕中國文明 然後希望能夠換到一個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這個高低的角度剛好是倒過來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所以這些遊牧民族進入到中國之後 他們有的也在中國的一部分的土地上面 建立了所謂的他們的國家或王朝 他們跟當地的漢人合作 有的是跟這個漢人有呈現一種競爭關係 有的跟當地漢人合作 但是總的來講它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其實這也是我們要去肯定的一點 其實在這個遊牧民族的進入的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是一個互相同化過程 現在有一個說法叫做華夷互化 就是少數民族跟華夏民族之間的 互相的融合跟兼幣 事實上它這樣的一個兼幣跟融合過程 就創造了後來唐朝很興盛 所以它有好的一面 當然它也有很殘酷一面 之前我們也提過 譬如說後照的石敏曾經發生過 燃敏曾經發生過這種大屠殺的事件 所以它其實有好也有壞 不過他們進到中原之後 陸續幾批進到中原之後 確實也造成了一些土地應用上的變化 再加上其實邊疆的遊牧民族 它是會不斷刑牽因為你一批人遷到中原 那這個地方都空出來 空出來就會 又有新的不足在這當中去刑牽 呈現一個真空地帶 就有其他的民族填補 這個在草原遊牧民族歷史上出現過好幾次 比如說匈奴內遷之後 顯卑人就強大了 那就填補了漠南草原 突厥人被打垮之後 這是往西遷之後 回合人就填補了這個突厥人的 在這個這個漠南漠北地區的這個空缺 這個情況是常常出現的 也就是說就回到我剛剛說了 其實草原遊牧民族裡面 本身各民族之間的競爭也非常的激烈 那他們也往往帶了一些新的成分來到中國 所以這一波又一波的草原民 草原民族進入到農業地帶 其實對中國來講就是一次文明更新的機會 這個我們要加以肯定 其實現在的史家大部分也都是加以肯定 是沒有錯 只是在當時因為有這個華裔之變 所以會有一些 不是這個角度他會以當事人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也不能用說去苛責當時的人說 哎呀他怎麼會那麼排斥 其實講直白一點 他們很痛苦 他們那個時候很痛苦 當然是很痛苦 但是痛苦會過去也會留下來 但是當事人可能是殺生之禍 或者是這個流血 對所以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知道少數民族進入到中原地帶 就創造了唐朝的輝煌 不過唐朝的晚年最後過了還真的是很痛苦 也講到痛苦 我們來舉一個皇帝 誰呢 這個唐肇宗 唐朝最後的倒數第二個皇帝 李爺 他這個在任時期也蠻長的 但是他的這個基本是等於亡國之決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皇朝之亂 皇朝之亂以後的殘局誰在死撐著呢 就是唐肇宗李爺 那李爺他其實最後他被蘇權宗也就是後梁 其實他也是皇朝的叛將 投降唐朝然後叛將所瑕齒 最後一開始是瑕天子以寧諸 後來發現這個天子也不管用了 那這個大臣也都把他殺光光 因為這個第一個討厭他們 第二個呢撤走他 第三個呢圖號他的米糧 所以就被殺光了 所以唐肇宗後來也被朱恩給殺掉了 到最後他傳給他的兒子嘛 就是唐埃帝李柱 最後沒多久唐朝就滅亡 但是肇宗真的是一個蠻悲催的皇帝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補充一下 這個肇宗這個悲慘的人生呢 其實唐朝基本從安死之亂之後 皇帝大概就是兩件事了 第一個就是被成為宦官的玩物 因為整個中央政府就被宦官所把持 那整個官僚集團就只能依附在宦官之下 也有少數幾個試圖振作 像我們之前講過的李德育 就是一個例子他想要振作 但是基本上很難 因為宦官掌握了兵權 掌握了兵權 這是很致命的 那唐趙宗就是一個典型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除了被宦官玩弄之外 另外就是陷入軍閥戰爭的漩渦 其實唐朝從 從這皇朝之亂之後 唐朝就已經名存死亡了 一定程度上就名存死亡 對幾個大軍閥勢力來說 當時天下大概有三大軍閥勢力 一個就是河南宣武捷渡使 朱泉宗 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皇朝集團的想將 另外一個就是山西河東捷渡使 李克用 另外一位大軍閥李克用 另外一個在南方 對在南方 在淮南捷渡使楊行蜜 不過楊行蜜因為離中原太遠了 他是南方的大勢力 所以他沒有設入到中央政府的爭奪 所以後來到了這個唐朝最後的 這十幾年的時間 大概就是北方這兩大 朱里這兩大勢力在爭奪中央政府的主導權 那唐朝宗就變成他們手中的玩物 其實歷史上記載 唐朝宗是一個很想要有作為的皇帝 他的資質不差 早期他是希望能夠借李克用的力量 來消滅朱泉宗 據說李克用比較像個人 朱泉宗不太正常 不是很正常的人 而且這個很諷刺的是 朱泉宗應該是漢人 但是李克用其實殺頭的是少數民族 李克用比較像個正常人 他還會可以講道理 朱泉宗是完全沒有什麼道理的 可以講 很殘暴的一個人 對 騷殺搶掠 什麼壞事都做盡了 他本來是想要這樣做 但是後來因為朱泉宗的力量太大 這個李克用一時之間沒有辦法克服 沒有辦法打敗朱泉宗 雖然朱泉宗也消滅不了李克用 通通打過很多次很多次仗 當然都沒有分出決定性的勝負 後來朱泉宗 後來就慢慢發現一件事 唐朝的皇帝就像剛主持人講 作用不是那麼大了 因為天下各地的凡政 早就已經各行其次了 你俠天子也不能令諸侯嘛 那你要這個天子該什麼 所以後來就乾脆就把這個 唐昭宗就殺掉了 後來立了一個他的兒子唐哀帝 唐哀帝沒有多久 兩年多 而且其實蠻悲慘是 昭宗朱泉宗幾乎都被 朱泉宗出乎殺光 幾乎殺光 除非有一些藏在民間的 否則的話 但目前所知基本上史書是說 殺光了 不過這偶爾也會有一些 這個必殺啦 就是之前其實有一些 這個歷史很有趣 比如說像劉善朱子 據說在西晉八王之亂的時候 遭淨屠戮 可是後來 可是後來 就是還是有一些人就說 他是劉善的後代 然後他們還可以提出族譜 所以有時候就很難說 因為有一些訴出的 他可能沒有放在 就是他可能是很小的妾 或悲慎的妾 所以他可能就不是在那個當下 所以有時候會有這樣的狀況 不過就歷史的主要記載 大概 所以趙宗是一個很悲催的 有人說他很想要當宣宗 上一期我們講到宣宗 小宣宗 那當然剛才學長提到的這幾個勢力 直接就反映到五代十國前期 各國分立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才講到李克用 就是禁 大家可以看到圖中一個禁的地方 就在今天山西 他主要是居住在山西 他被封為禁王 對他是禁王 而且他們因為四代跟李堂皇 是有一些同婚跟聯姻 所以他們又被刺姓李 所以他們自命為李家的後代 所以他們有使命感 這個後梁就佔據了中原 就成五代的第一代 剛才講到楊喜密就在南方建立的吳 吳就在今天江西到長江這一代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南邊比較富庶 不過其他地方軍法也紛紛自立 所以就整個天下就整個大分裂了 Sean 在這個時期的話 其實土地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 不過南北方差異很大 好 稍微講一下 這個時期不可能有安定的農業環境 簡單講 不可能有安定的農業環境 所以這個時候 北方的狀況就是很差 我們看到不論是新古代時 舊古代時的記載 大部分都是 赤地千里 白股成堆 大部分都是這樣 不過也有很少數的例外 比如說洛陽 洛陽在後梁的時候 曾經一度復興 由當時洛陽的幾個地方官 曾經一度短暫復興 曾經一度把洛陽搞得還不錯 但是也只是一種小的局部地區 但後來各位你想想看 農業環境破壞 除了戰亂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水利失修 因為你沒有一個有組織的政府 來主持水利工程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尤其黃河流域的水利建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整個黃河流域就只能淪為 不同軍閥之間的殺戮場 然後狀況就只能每況愈想 南方的狀況就好得多 雖然當初這個黃巢之亂 也有打到南方去 對南方對江淮地區 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 不過來的快 去的也快 他就殺完他就走了 走了之後 總是會給人喘息的機會 另外就南方的幾個節度史 比較有保禁安民的概念 跟朱恩比起來是完全是正常人 比如說我剛剛前面講的 楊錫密據說就是很愛 愛護百姓的一個人 他在江淮一帶 他就禁止他的部隊繼續燒殺 然後跟當地的文人結合 建立有組織的政府 另外還恢復了農業生產 楊錫密他很早就看到了 北方已經 整個大局不可為了 我就是把我現在擁有的地區鞏固起來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就是吳越國的前家 如果從節度史時代算起來 整個吳越國大概總共傳了四代七任皇帝 如果沒記錯七任國主 大概持續了大概八九十年 整個浙江地區 尤其是太湖流域 南岸到整個浙江的北部 基本上大概八九十年沒有戰亂 然後很重視水利建設 很重視水利建設 另外這個南方逃下來的人 就逃下來的這個難民 他也都給予安置 隨時的 這個吳後來的繼位者 就是南唐國 隨時的吳越跟南唐國 就是大概在今天的江蘇浙江 安徽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江西 這幾個省份基本上是安定的 物產豐富 然後教育發達 然後他們還辦科舉 在南方就建立了政府 所以大致上狀況還不錯 另外就是我們要注意 你看嶺南 嶺南後來有一個南漢國 他的範圍就在今天的梁廣地區 梁廣再加上海南島 南漢國的皇帝素質稱之不齊 但是要注意南漢國因為地處偏遠 完全比吳越和南唐更加遠離戰亂 所以南漢國也是在整個嶺南地區 大概有六七十年時間 國家也是處在一個安定的狀態 我怎麼有一種市蟹當時割據 嶺南的味道 三國時期南邊有一個叫市蟹的市家 對 市族的市 長期割據南邊 然後就有大量的 也有大量的北方來的市人 投奔到南方這幾個國家裡面 使得這些國家的狀況就越來越好 其實整個五代十國 又是一次中國整個經濟 社會經濟重心的對調的一個很重要的時期 北方再度受到重創 南方因為長期的安定 我剛講這幾個國家 君主也有意保盡安民 有意保盡安民 所以狀況就越來越好 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 這我們過去也講過 就是南方這幾個國家 像吳越南唐或者是南漢 還有一個在福建的民國 都很重視海外貿易 因為中原亂了 中原亂了 那你要怎麼樣互通有無 豁唱其流就是海外貿易 他們這個像當時南漢國 海外貿易的範圍 甚至到達今天的波斯 到達今天的中東地區 當時中國的商船已經 南漢國的商船 已經在南太平洋跟印度洋航行 南漢國的最後一任國主劉長 他最寵愛的女人 就是一個波斯女人 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就可以知道 那其他的像吳越國 吳越國跟日本韓國 跟東北亞的來往非常的密切 這不只是中國的史書 當時高麗跟日本的史書 也同樣這樣記載 這邊可以給各位一個觀念 小國不必自卑 在亂世的時候 小國亦可自強 小國有兩件事 第一個小國要認清楚自己的地位 採取適當的發展政策 跟大國和平相處 就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繁榮 各位你注意 我們已經把宋朝講完了 對不對 這個後來北方的確 把南方這些國家消滅了 可是過了170多年之後 北方的王子逃到南方來 就在這一些 當年被他祖先消滅的國家的土地上 重新建國 曾經被趙光英 趙光義兄弟 消滅的這一些南方的國家的土地上 重新建國 所以有時候歷史的輸贏 你不要看一死 我們要看你的 對你的經濟狀況 社會狀況 有沒有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是比較重要 其實學長講到這個就很有趣 因為我們要知道 比如說像我們可以結合這兩張圖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南北當時 這個強國主要的爭奪的地方都在北方 所以北方的彼此之間兼併的很厲害 可是南邊的這幾個國度 大家這兩張圖再一對照 你就發現 其實他們的 雖然他們的領土 彼此是會有一些異動 但是大抵而言 南方各國之間 戰爭並不是那麼頻繁 而且早期的話像南唐 就是從吳到南唐 他一直都是南方的霸主 南方各國是向南唐朝貢的 也就是說 而且他把自己的信就改姓李 對 他說他是正統 才叫唐嘛 才叫唐嘛 這領域嘛 池中之地 就人稱李后祖 有沒有 你如果以前讀池 讀這個池的時候 池中之地李后祖 他就是南唐嘛 就當時各國 譬如說南漢或者吳越 他們有時候稱王 有時候稱 他們很少稱帝 尤其是 譬如說南唐 或者是像武平結束 那個楚 吳越從來沒有稱帝過 對 大部分都是稱王 吳越就是跟所有周圍的國家 和平相處 他的認清自己的現實 他稱帝就招惹麻煩 所以稱王 其實歷史上有一個很經典的人物 自己作死的 一開始打了 三國時代我最喜歡舉的 誰呢 這個元素 元素本來是南方小霸主 對不對 當時應該不是南方 應該說是在懷河流域的小霸主 跟著他的兄弟 袁紹兩個一南一北 這個曹操當時還得 被元素壓迫的得去復從袁紹 但是問題是元素稱帝之後 眾叛親禮 這樣就 就是 其實這是個政治上的選擇 其實很多小國 這種南方這些小國 後來就立下了很多的典範 他們 他們經濟繁榮 人才多 後來就成為中國真正發展的重心 你看這些小國的國策是成功 北方有個小國就非常失敗 你這張圖上也有 就是北漢 這個地方小小的 就是跟北朝死磕 最後被趙光毅滅了之後 還把整個他的首都靖陽城 全部移平 而且死傷慘重 非常的慘 所以這個吳越跟北漢 就是兩個非常明顯的 兩個對照組 非常清楚的 就是南方的小國跟北方小國 不一樣的國策 那領導人有不一樣的眼光 最後得到的結果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因為其實我補充一點 學長剛剛講的就是說 後來宋朝建立的時候 不是沒給他機會嗎 幾次就要請翔 但是他從來 很多機會啊 很多機會給N次 因為其實趙光毅的打法就是 能這個討論就討論 能投降計量來投降 當然他很少跟他死客 不過這個五代結束之後 接下來就進入到宋代 其實宋代我們自己有討論過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 上次地圖上我們比較少講到的 也就是今天的一個重點 再來在遼跟西小 遼國 那他們其實各自有各自的土地制度 像遼朝 它是一個草原民主 很多人都草原民主 但是它其實也佔據了 大量的漢人聚居的土地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土地的特色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遼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王朝 而且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遼它建立首都在林衡 林衡就在今天的內蒙古東部 民國時期的熱河省 你說遼在熱河 在這個林衡建都這件事情 有什麼意義 它是北方游牧民族之中 第一個開始建自己的都城的 這代表一件事 就整個中國北方 尤其是內蒙東部 到今天中國東北 就是屬於大東北地區的這一塊 的游牧民族在文化水平 以及它的生產力上面 都得到了一個很大的進步 契丹人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出現時間 相當久了 在唐代就是中國東北的外患之一 有的時候臣服於唐朝 有的時候又被唐朝打敗 那契丹人的崛起大概是在五代十國 唐末五代十國的時候 他消滅了當時由女真人所建立的一個國家 叫渤海國 那統一了今天整個內蒙東部 到今天的東北 大概松花江流域 以及圖門江以南 就是今天朝鮮半島的算是東北部這一塊 建國者是非常有名 叫耶律阿寶基 耶律阿寶基 差點被懷疑阿古打 各位知道嗎 耶律阿寶基 對後來整個東北亞民族來說 影響都非常大 今天韓語的父親叫什麼 阿寶基 韓語的父親就是阿寶基 你就可以知道他對整個東北亞民族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阿寶基就是我們的父親 今天俄語的中國叫契丹 所以其實契丹真的在當時影響盛大 而且他建國210多年 後來還在新疆建了一個西寮國 就是西方歷史上的黑契丹 西寮國又延續了將近100年 所以他是一個持續300年的一個王朝 這非常不容易的 這個耶律阿寶基一些後面的幾個領導人 耶律德光等人 這些領導人非常的抓住了時機 趁著中國的內亂 當時中國華北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整個華北就是各家軍閥的戰場 這時候他很適度的介入到 當時華北的戰場上面 當時有一位軍閥 據說也是沙陀人的後代 這個石敬堂 他向這個契丹借兵 向契丹借兵 然後交換條件 交換條件就是什麼 就是擱讓所謂的燕雲16州 燕雲16州大概就是今天河北的北部 然後山西的北部 燕雲16州範圍不小 有人算過 他的總面積大概是台灣的3倍以上 超過台灣的3倍 而且這個地區 不要小看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有鹽有馬 人口也不少 而且這個地區一手難攻 這等於是什麼 這等於是把中國北方 從這個長城 從秦始皇建長城以來 中國北方很重要的一道防線 就全部可以說是拱手相讓 使得契丹人的力量 進入到今天河北省的中部 完全進入到農業地帶 今天的北京 就是在當年遼國的時候所興起的 遼國的時候建立所謂的燕金 就是今天的北京 後來到了遼國後期 燕金變成遼國的首都 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在 北京建都的王朝就是遼朝 往後中原地區的內戰 幾乎各大勢力都要拉攏契丹 甚至於契丹 這個遼太宗甚至一度還把 乾脆就把這個後勁給滅了 曾經一度入主中原40多天 但是後來因為氣候不適應 再加上中原各地的地方之力 起兵反抗 所以他就劫略一番 他就撤退了就走 這對中國來講是蠻幸運的 這40幾天 這個潦潮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建立的所謂的 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一國兩制 因為他統治燕雲16周 這個地方因為有很多的漢人 我們前面一開始就講到一個觀念 這時候在中國古代 這一些遊牧民族入主中國 跟後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雖然在武力上他可以把漢人打扮 但是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文化上 制度上 觀念上其實是不如 不如漢人的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就是把整個帝國的體制做一個二元 二元的一種改造 就在他設的所謂的南院北院 這南院北院就相當於一個帝國的政府 分成兩個部會 簡單講 就南院的部分就是完全採用漢制 從中央三省六官制到這個地方的輔州縣 都是按照漢制 因為他統治漢人嘛 然後稅法 據說這個南院的部分 燕於十六州還是行唐朝的兩稅法 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北方的部分 就是契丹人生活的 原先生活的地區的部分 大部分都還是實行過去契丹的法律 我可以跟各位講 因為後來契丹滅亡之後 沒有留下太多的史料 所以我們看今天後來蒙古人寫的遼書 裡面關於契丹王朝 就是關於遼的的記載都非常的簡略 連稅制都沒有寫 這不能怪他們 因為已經沒剩多少材料 不過運氣很好 80年代之後 中國大陸在今天的內蒙古一帶 就是內蒙東部一帶 挖出了很多 發現了很多遼戴貴族的墓葬 而且有非常豐富精彩的壁畫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然後我們從這些墓葬壁畫當中 我們就完全了解到 當時遼是怎麼統治 我告訴各位連國號都不一樣 他們在燕雲十六州稱自己叫大遼 燕雲十六州以北 以北叫什麼 稱自己叫大契丹 然後他的那個國家的文書 是漢文跟契丹文並列 對 並列 對 漢文跟契丹文並列 這一點後來西夏也是這樣 西夏今天我們找到西夏的石碑 西夏的墓葬都是一樣 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漢文 而且因為這樣子一個對照 我們就把西夏文給破解了 對那個契丹也是一樣 本來契丹文字本來已經失傳了 但是我們從漢文跟契丹文的這種 相互一比對 我們就可以知道契丹文在寫什麼 那他們的統治相當成功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只要講一件事就好了 這個遼國統治漢地 超過兩百年對不對 從來沒有發生過漢人的叛亂 你就可以知道他這個王朝是很得到 這個燕雲十六州地區百姓的擁護 當然一開始可能也是因為 中原的狀況太差了 給契丹人管反而比較好 另外早期契丹幾個統治者 尤其是後來契丹的第四代君主的老媽 叫蕭太后 要慎重的媽媽就是蕭太后 蕭太后就是這位女性 很了不起的一位女性 她非常的尊重漢人的權益 而且願意重用漢臣 而且也主張契丹貴族要學漢文 簡單講就是他們開始向中原文化開始學習 絕大部分的這一些 我剛前面講過這一些 北方的馬背上的民族吧 我們不要說少數民族 其實他們人數也不算太少了 當然比起中原是少很多了 對比起中原是少了 但也有幾百萬人是有了 進入中國之後最重要的漢話的兩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開始農耕 開始完全把生活方生完 第二個就是開始讀儒書 開始接受儒家文化 蕭太后就交代契丹的子弟 開始要讀武經 開始要讀儒家的經典 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歡讀書 所以整個契丹王朝就開始逐漸的 跟中國的文化逐漸的融為一體 各位我再強調一遍 兩百年的統治沒有發生任何漢人的叛亂 非常不容易 他的統治是非常成功的 我這邊做一些補充就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到蕭太后 很多人會想說蕭太后他姓蕭啊 那這是漢人啊 當然他就是提倡讀漢書 當然不是 蕭是一個契丹大姓 事實上蕭太后本身叫蕭錯 他的名字就是一個漢話過的名字 但是他們的家族裡面 他的兄弟有一些還是留著一些契丹名 有一些有記錄的 那他就會出現一些這個契丹化的名稱 所以他可能是四個字或五個字的組成 剛好他們這個契丹姓是 要嘛是一個字要嘛兩個字 當然也有三個字的啦 不過大體來說就是兩個字的負信不少 那一個字的也有 那跟這個像是蒙古人 他這樣的一個名字 一看就知道是蒙古的名字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剛才其實學長有講到說 這個南北面官制 我這邊做一點點這個補充 就是南面官制大體來說 就是像唐代一樣 但是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寮朝因為他的長期的談冤之謀 我們上一期有提到宋真宗 跟這個就是蕭太后 寮盛宗他們後來達成了一個談冤之謀 後來宋寮之間百年平衡 平衡 110多年的合法 對 那這個百年平衡其實創造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些農耕區他的賦稅 相對長期是低稅制的 因為農業地帶加稅加稅再加稅 通常是為什麼 通常要嘛就是皇帝好大喜功大興土木 要嘛最常見就是打仗 比如說明代是最明顯的 明代就是加想之上還有練想 練想之上再有再加想 那最後這些加想又變成常規稅制 不斷的在增加什麼叫加想 就是增加攤派嘛 就是我今天要這麼多稅沒稅怎麼辦呢 你再加一點吧 加一點又變常規稅制 那現在又要練兵沒錢怎麼辦呢 那這在派練想啊 就是一直往上疊加 所以他的稅會很重 看起來出字主字都很輕 但是隨著王朝的對外征戰的增加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農潮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其實長期跟中原王朝 他是一個相對平衡狀態 雖然農潮並不是沒有對外征戰 他也是在對這些少數民族用兵 但他主要就是發生在北方這一些 那另外補充一下北面官制 當然資料是不多啦 不過大體來說 現在有一些看法是這樣說的 北面官制跟南面官制 有人說那所以是有一個 很明顯的行審界限嗎或什麼 其實你去翻遍這樣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其實應該沒有 他應該是 南北面的老百姓是自由活動的 對他其實是犬牙交錯 也就是契丹人到南方來生存 但是他如果是契丹人的話 原則上他還是受北面官管轄 除非他變成了用漢字用漢帝的話 那他可能他就會歸南面 但是裡面的作用機轉 因為資料缺乏我們不敢說得很清楚 大體來說北面官制就是管油牧民主 南面官制就是管農耕民主 那你就說那呂貞人算什麼了 呂貞人大體就是比較像機靡的存在好了 就是沒錯 對所以就是說 熟女貞生女貞嘛 熟女貞就是變 就是跟契丹人差不多了 對 熟女貞也有一部分農耕的話 甚至用漢就是用南面官去做管轄 因為他南面官主要的東西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契丹人厲害就在這邊 他們對於土地制度的掌控的方式 比較活比較靈活 他們有一個靈活的機制 南方北面官基本上兩歲法 他是收錢啦 我們今天看到的資料說要收錢 那北面的話 北面的油牧民主就收食物嘛 就是你有羊有羊 生畜 對有農產品來講 所以這個帝國的統治非常成功 我這邊也在講一件事 這個帝國還有一點就是 遼帝國是一個非常崇信佛教的帝國 佛教的地位非常高 我們今天 今天遼在中國大陸還留下的 建築物主要是佛塔 我還看過 我在內蒙古還有 北京附近好像也有 那個主要是佛塔 那整個遼國基本上都崇信佛教 那他崇信的佛教是中原佛教 其實他用佛教也等於是 拉攏中原的老百姓的相親力 這一點也相當成功 歷史的其實都是教訓所累積的 為什麼後來遼朝開始選擇 不跟宋朝死客 其實也有一些關係啦 因為宋朝事實上在太祖皇帝大行之後 就是太祖皇帝 就是宋太祖掛的時候 其實他並沒有統一中國 所以當時在真正在宋代大量發動徵戰 反正是這一位 是太祖的弟弟宋太宗 他本名叫趙光毅 後來叫趙匡毅 但是他最後改名叫趙囧 這個字念囧 這個跟那個很囧的囧是同一個字 是明亮的意思 大家都有那個囧那個字形 就看起來那個臉這樣子 其實不是 那是明亮的意思 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 對 因為宋代皇帝還有一個特質 雖然他們是五人世家出身 但是他們其實是不太想要驚動天下百姓 所以他們喜歡用喊用字命名 因為為什麼皇帝要避他的會 就是說你跟皇帝同名你要改名 不然會撞名 這個名字不能一樣 所以但是那我改名 我改掃水 甚至他們是做到說兄弟改名 兄弟你不改名 我改名 很有意思的一個狀況 當然這個裡面 我們就是要請學長來幫補充 就是說這個幾次的所謂的宋寮的征戰 你覺得他們後來發現 為什麼要維持和平 這裡面有一些歷史教訓在 我們這邊講兩件事 首先第一個是雙方的國力相差不多 你很難取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 而且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西夏國 西夏國的覺醒 所以使得這三國之間 產生一個巧妙的 互相牽制的一個狀態 那西夏有的時候依靠宋 有的時候依靠寮 西夏的兩面外交玩的非常好 有時候依靠宋 有時候依靠寮 就是讓宋寮雙方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絕對的優勢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這個遼國的 從那個史書記載來看 遼國的騎兵大部分是屬於輕裝騎兵 不擅長攻打堅硬的城市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遼國幾次孤軍深入 最後都遁兵於堅塵之下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真正比較強大的 防守比較強大的城市給攻下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看整個當時整個大的戰略上面 後來遼國的君主也理解到一件事 他們發動戰爭其實得到的東西非常少 你跟北宋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每一年北宋還會給你一些就所謂的稅幣 但是北宋的時候比較有尊嚴說這是賞賜 宋寮互稱兄弟之國送兄寮帝 大哥送給小弟的東西 所以他的小弟就笑納 大致上還是這個樣子 其實雙方也互開邊市 就是互相開放邊境城市貿易 北宋也認為這也不壞 為什麼 因為開放邊境貿易的結果是 北宋每一年都處於貿易順差的情況 也就是說北宋算了一算 每一年跟遼國 就是我給遼國的這些東西 最後在貿易的過程當中 很大一部分又賺回來了 所以雙方都覺得都在 就達成一種經濟上 政治上軍事上的一個平衡 就沒有必要去破壞這個平衡 當然小衝突還是有 雙方發生一些舉物 或者劃邊劃界的問題 小衝突還是有 但大致上來講110多年的和平 很重要 這110多年北宋就成功建立了 繁榮的城市經濟 那遼國就我剛講過 遼國就逐漸的 這個契丹人和漢人逐漸的融合 然後最後遼國的性質也慢慢發生了改變 我們從一件事就可以看到 遼國的貴族活動的範圍 越來越像南靠 越來越像農業地帶靠 你就可以知道了 當時他整個國家 或者他整個統治階層的一個性質上 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其實這裡面還有牽涉到一個就是 幾次包括剛才提到的 像是蕭太后是清真 因為遼朝他還是跟宋朝不太一樣 就是他是個馬背上的民主 在少數民主裡面 女性的地位還是高的 他幾次跟他的兒子遼盛中 大家帶著部隊就衝進宋朝的領土裡面 結果發現這些傢伙全部給你避戰不出 躲在城裡面你打不了 宋朝幾次最後被遼國打大敗 特別像是剛才講到趙九 就是太宗的時候 幾次大敗都是因為宋朝想要跟遼朝之間 在礦野上打仗 可是因為宋朝沒有祭兵缺馬 祭兵不夠 因為我們要了解這個 這個以後將來也許也是個坑吧 就是所謂的這個作戰 中國三大馬場 東北馬場 就今天東北的這些長草原 呼倫貝爾草原 一路蔓延到今天東北 這個燕山這個一帶 西北馬場就核桃地區 那另外一邊是西南馬場 西南馬場就雲貴高原這一帶 那雲貴高原產的是駝馬 就是運送的 那西北馬場產的這個是戰馬 那東北馬場產的是駿馬 這個馬匹很大隻 但食量很大 這些都造成很大的不同 這很大的不同 那遼帝國剛好就跨在西北跟東北 所以他有最好的戰馬 所以是宋兵常常跟不上遼兵的 這個機動戰的速度 可是問題就剛才學長提起 提到很重要一點 你全部躲在奸臣裡面 你出去戰會打大敗沒有錯 可是當一個腦熱的皇帝下去之後 太宗後來就過世了 就駕崩了 駕崩之後後面的皇帝 開始就比較保守 就不像太宗 因為太宗畢竟跟太祖一樣 他們是在當皇帝之前 是整天駕著馬 出出去跟他打架的 對那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這也是到這個和平 戰爭無力可圖 是 戰爭無力可圖 那所以潦草就停止了 和平可以得到更多 沒有錯 所以後來其實宋寮之間 就把他們的目光轉向什麼 就是外交跟所謂的西夏 大家都想臣服西夏 所以西夏就比較倒楣 成幾次的打下 不過這個西夏的土地應用 這個最後 因為雖然資料很少 不過也是可以做一些補充 學長 剛才講到這個寮 宋跟夏 看起來像另一代的三國制一樣 那西夏的土地使用 那西夏的土地使用 是不是也可以幫我們做介紹一下 我們上面講一下西夏土地 其實我先跟各位講 這個寮還有寮書 對不對 金有金史 寮有寮史 對不對 對 西夏連獨立成史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當年遼國被女征滅亡的時候 發生了很大的破壞 所以資料不多 那女征被蒙古滅亡的時候 同樣發生很大的屠殺跟破壞 所以也沒有多少東西 西夏本身這個擋向槍人 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不是很高 雖然他後來也遵從孔子 第一個把孔子封王的國家就是西夏 他也用漢文來創造了西夏文字 然後他也建立所謂的文教體系 向中原王朝學習 但總的來講他的 因為他國家小 然後比較貧窮 然後總的來講 他的文化水平不是那麼高 雖然他也有科舉等等 那他的土地利用 主要我們是根據 今天後來的考古發現 或在今天的寧夏省 後來有許多西夏的墓葬出來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 我們就要很感謝考古 沒有考古的話 我們今天對寮和西夏都沒有辦法講 西夏的土地利用大概 大致上大概分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漢人的屯肯 就在核濤地區 其實核濤地區一直到 大概今天的甘肅省的東部 其實在唐代的時候 在漢唐時期 就是大量的漢人所居住的地區 那核濤地區有黃河的河水可以灌溉 所以這邊就變成西夏 主要的農業生產區 那這裡主要就是漢人在居住 其實到了後來 西夏王朝通用的文字 漢文的比例越來越高 反而他們自己西夏文不太用的 越來越是這樣子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擋向槍的部族制 我們知道在整個大西北地區 還是有一些綠洲地帶 那這些綠洲地帶過去就是擋向槍人 他們主要的一個遊牧地帶 繼續地帶 當年擋向就是這個西夏建國的時候 他還征服了高昌回厄人 還征服了一部分 一部分的維吾爾人等等 這些遊牧民族他們主要就是一種部落體制 還是保留的部落體制 因為他們是遊牧到處跑來跑去 他們會劃定各個不同的部落 他們的一個遊牧跟駐紮的地區 大致上他的土地利用就是跟隨著 整個遊牧部落的移動在做決定的 簡單說整個西夏的土地利用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漢人的屯肯 第二個就是遊牧民族在綠洲地區的遊牧活動 那就是這樣子 對我這邊做一點點補充 就是當然就資料確實是有限 然後擋向人他不完全就是純遊牧民族 他跟這個在蒙古高原上跑來跑去 因為畢竟他們這個地方有些有綠洲 所以也有一些擋向人 他是會聚居在這個漢人城市跟漢人做混居 然後他們也會有一些 對 核套地區就很多 對 那什麼是核套地區 其實就是黃河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滑鼠在畫過的地方 那他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赫蘭山以東的這個 這個是屬於西套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上面 在陰山以南的前套 然後還有陰山後段這邊的後套地區 大概有這三塊 那你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三塊 這個擋向至少三分之有二 那有時候甚至近在到三 那宋朝就是在跟他們搶這些地方 而且要注意要補充就是說 這個時候這個地區其實是草原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是一些沙漠地帶 茅屋樹沙漠之類的 但最近聽說綠化的很快 因為雨水增加 非常成功 整個中國西北綠化的很成功 對 這個是聯合國有公告的 那黨向我補充一個 他的這個土地制度 就是他使用的這個制度 跟這個遼帶的南北面觀 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他們比較多是軍政系的 因為他長期在打仗 這個很重要 他長期跟宋朝在打仗 所以他們很多地方是軍民合一的 那用軍事去屯肯 那漢人跟黨向人都必須要服兵役 那黨向人當然是主力了 那漢人主要就是負責後勤 屯肯這些的 主要是負責屯田 然後那因為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靠強制的力量才有辦法屯肯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很重視水利設施 因為他沒有下雨 他雨量不多 他雨量太少 對所以必須要靠這個 這個就很重要 然後就回到最前面 剛才學長不是有提到一個 當時遼太宗打進中原地區 當時打五代把後勁給滅了 然後他說為什麼撐不久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壞的習俗 叫打炒股 打炒股就是 其實一個遼兵 就是一個遼人的忌兵 一個契丹忌兵 後面要帶四個家人 三到四個家人 在幹嘛呢 一人還帶一匹馬 除了跟老闆換馬之外 這些奴卑 其實這些是奴隸 這些奴隸富的幹嘛 或是他的家人 就是有些是奴隸有些家人 去打劫錢財 所以他要有利可渡 所以為什麼後來打不起來 就地整補嘛 對就地整補 不是要當地找補給品嗎 對 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後來有調整制度 我覺得也是在這方面 有一些經驗 因為你做不久 學到教訓 那西夏其實剛好就介於這個之間 因為他們雖然是 遊牧民族的性質 不過他們確實也懂一些農耕 然後所以他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整個西夏可以說前期 就是一個戰爭體制的國家 可以說一直都是戰士體制 那當然西夏到後期 記載非常的少 為什麼呢 因為西夏到後期 北宋滅亡了 然後南宋跟西夏沒有接壤 所以宋朝的史書 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 就南宋的這些 幾乎沒有來往 對 就來往太少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記載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很多西夏記載是為什麼 因為上次有提到一個聖人的存在 這個范仲淹先生 對不對 范仲淹就是在這邊跟他們打仗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科考調查 每天在偵查這些黨項人在做些什麼 所以留了很多記錄 其實我們今天了解遊牧民族 往往要從他的對手的記錄來瞭解 歐洲也是這樣 是的 不只是中國這樣 歐洲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麼多的風流人物 就構成了這個時代 非常複雜 然後很特殊的一個時代 看起來 因為今天很多人 因為宋朝的武力不正 所以很多人就看不起宋朝 其實我在網路上常常看到這種人 其實不對 事實上當時你可以看到 他們各有千秋 每一個國家都採取適合自己的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 他們也是非常的有彈性 怎麼樣去管理百姓 怎麼樣管理他的土地 怎麼去運用他的這個 實質的帝國 怎麼去運作這樣子 不要只是從漢人的角度 去思考這些問題 坦白說這個西夏跟契丹這兩個 這兩個國家做達成的文明成就 也是非常可觀的 非常可觀 所以我們不需要就是說 說過去那種漢民族的本位主義 就覺得說遊牧民族 好像都是臣服於漢族 當然他們像漢族學習是事實 但是他們也創建了 他們很偉大的他們的文明 像契丹國 最強大的時候 他的勢力擴展到今天的整個外蒙古 到達今天的中亞西亞附近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民族在 九到十世紀興起 就所謂的基輔公國到莫斯科公國 那他們得到西東邊傳來的消息 東方最大的國家叫什麼 契丹 他們以為契丹就是中國 所以一直到今天俄文 契丹也認為契丹還是中國 因為他契丹強大的時候 剛好是俄羅斯民族興起的時候 進入文明狀態的時候 所以從這件事情可以知道 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都知道契丹 不知道有宋 你就可以知道契丹 他當時的國力到什麼程度 所以最後我講句公道話就是說 契丹人當時自己也覺得自己是中國 他是以北朝自居的 所以 對沒錯 不要再用今天的這個角度去看這個 好我們今天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關於這個少數民族 本來其實我們想說做個一集兩集 事實上一彈開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來講 那很感謝今天學長再次參與 這個討論跟分享 謝謝學長 OK 好不客氣 那我們就記得最後還是要請大家 如果支持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綠界或PayPal的贊助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直接在我們的這個影片下方做 超級感謝超級留言 都可以讓我們得到最大的幫助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期忽來座談 不是胡來亂說 是認真來座談 我們繼續找王立本老師 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中國的歷史故事 OK 下一期見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朋友 你 routines 東西 在都市中 太多了 都市 是 最有的